大家好,我是老盛 今天接到一个吸引客户的电话 说壁挂式锅炉不工作了 我们到现场检查以后发现 这个壁挂式热水器是Navine的 去年刚刚安装完成 我们发现这个壁挂式热水器报警代码是E003 查一下说明书报警代码 E003的意思是 Ignation Failure 那我们还是先把锅炉复位再重新检测一下 复位后显示屏显示120华氏度 我们可以听到锅炉已经启动 现在又报警停机了 报警代码是E110 我们再查一下报警代码E110是Abnormal Air Pressure 我们现在就需要检查一下 排烟管和进气管是不是有东西堵住了 我们发现这个壁挂式热水器排烟管和进气管都是通过烟囱通到了屋顶 从地面看排烟管道上面好像有积雪 爬到屋顶后发现它的出气口已经被雪和冰完全堵住了 我们要把排烟管子里面的冰全部清理掉 清理完以后我们再用保温棉包一下 尽量减少以后结冰的可能 把排烟处理完了以后重新开机运行就正常了 那我们今天的维修也就就此结束了 希望这个视频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的液水器遇到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订阅点赞和留言 也希望您能通过我们的视频 学会暖气炉的基本保养 减少维修支出 延长设备的寿命 最后特别提醒大家 尤其是在夏省 冬天比较冷 所以无论暖气还是热水器的进气和排气口 都是比较容易解冰和被霜雪覆盖 从而导致设备出现运行不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们建议客户要经常注意 以及室外进气和排烟管道的情况 如果发现周围有积雪 要及时清理 以免设备运行故障 又要花钱维修